本节目由动旅游Vlog赞助播出 除了你们现在看到的背包去环游之外 我们的频道还上线了另外一档节目动旅游Vlog 关注我们的频道或者搜索动旅游Vlog 一起来看我们最新的节目哦 Zither Harp Roon Yellow Blue Gold and Gray The Drunks Wall Ricochet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Bye bye 提供一下攀岩 还不错 我们俩都是第一次 但明显我是猴子转师 对啊你本来就比较上航台 是啊 然后发现我自己是个小猴子 出发了 前方发现一批动物在拦我们的路 是什么动物呢 多少批斑马呀 四批斑马 五只 五只斑马在挡路 它是不是要我们交保护费呀 别跑野猪 别跑野猪 不要跑野猪 别跑野猪 猫猪 猫猪 别跑 猫猪们不要跑 是我 人跑那么快 太让我失望了 猫猪 你的同类太让我失望了 那么胆小 好 好好调教他们吧 好吗 你还要来调教 我调教好你 然后你再调教他们 嗨 猫猪 我给你一些东西 嘿 豆子 鸡 我想要过来 是的 是的 没法 给豆子看吧 下来的 你被抓了 你被抓了 这样你放手上绝对被抓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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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下去吧 滚下去吧 把那个豆子滚到下面去吧 他这样子会不会 以后会跑到路中间来 要东西吃啊 他不会 谁不会 他用我给他 他要去吃 好吃吗 他是很喜欢的 是不是 他要来一只大老大 哇这个超大的 走吧 你的胃太多 对啊 建立一下友好关系 总会 下次回来的时候 他可以照着我们 嗯 嗨 你好吗 我好吗 我好吗 还不过来抢我吃的吧 这猩猩还是肺肥 还是猴子 肺肥 那屁股是红的 拜拜 再见了猴子猴子们 各位回来找你们玩 小猪爆发了 这样骑在我前面 而且越骑越快 木霞 我跟你讲一个人生感悟吧 有没有觉得 人生就好像 骑当车爬坡 虽然很艰难 有时候很艰难 但是 当你爬到 坡的顶端的时候 你就迎来了 一次快速下 下降的机会 就好像你的人生遇到了一次 很轻松很大的机遇 但是 往往有些人在这时候就得射 比如说一边手 骑车啊 然后就会摔得很惨 所以 不管是顺境 还是逆境 逆境要学会忍耐和坚持 顺境的时候 要学会 掌握和 把控 不然的话 逆境最多只是骑不上去 顺境要摔蚕 摔死逼的你知道吧 你这个岗屋 你有领悟到吗 牛牛牛 你有领悟到吗 牛牛 牛牛牛 我们是愚蠢的人类 你好 终于看到场景录了 看到没有 你的一点钟方向 戴上眼镜 有点距离了 终于看到了 我要进过去 要过去吗 要 骑车 还是把车放在这里 这是私人的领域 这是私人的领域 但是我们把车停在这里走过去吧 对呀 你先拍个照吧 他走了 他走了 慢一点 这是这小长颈鹿 他们有帆 好漂亮 啊 啊 旁边是大的 也是只小的 两只 哦 这是大的 哇 我们闪入了 闪进入的领地 好可爱哦 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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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管你们,你们爱怎么拍怎么拍 嗯,我好饿 跟孟霞一样 他过来了,孟霞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要吃东西啊 他在看着你吃东西 哎哟,好可爱哦 要不要给他一点 他不会吃我 咦,我们切切,怎么还在这里 你来偷啊,你来清醒啊 嗯,还好长颈鹿没偷我们车车 那我们现在去找火烈鸟 哇,我觉得在这里看到好多种动物,好开心哦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食肉动物,我喜欢那种 嗯 我觉得食草动物比较可爱 而且容易接近 哇 哇哦 我也是拼了我 哎,有车子在那里 有车在那? 对,他们都没跑 没关系 没关系 我给他们 而且,我们也是好多鸟啊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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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这是,这是,这是粉红烈鸟吗 这是粉红烈鸟吗 好像不像火烈鸟耶,因为 颜色不是很粉的 对 火树上有鸟片 但是,但是什么分 河马发现我们了 是的 他看到我们了 我们侵犯了他的领土 往后退 那些都是吗 对,那些都是河马 你相信我 这是他们的地方 他刚才已经喷水了 我,我看过动物世界 我知道这是警告的信号 而且全部都信号着我们 一批 一批 别动我的草 这只还游过来的 这蛮大的 哇塞 难怪他们是坐着车过来的 河马,我们错了,不好意思 这个河马和我们酒店的河马 不一样的 这里没有那个 电网 对,没有电网 而且 而且还见人不会那么多 突然冒出来吓死宝宝了 为什么都飞了 好像是晚上回家的时候了 哦,有河马 难怪飞了 梦想,这边也有河马 所以他们飞了 我没有走过,我很怕 啊 那边河马发生声音来了 我怎么感觉他们所有两个愚蠢的人都已经入侵了我们的灵地 我们要走吧,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哼哼 我也感觉有点不妙 哼,这个声音 你看之前那辆车上的人都没下来嘛 这个声音不对劲啊 我们走里面一点 这个声音真的不对劲 我很确定不对劲 嗯,这些河马也游过来了 看那辆的人 看你干嘛 我们走 在哪边 大家都不给你带下来 长颈鹿 啊 啊 对 飞飞 飞飞你好 我是一群的人类 飞飞 嗨 飞飞 我长颈鹿 长颈鹿 哇 这里好多只啊 好多只啊 这边超多的 往山遍野的长颈鹿 你看这只一直看着我 好帅啊 哇 哇 要告别这个长颈路 拜拜 拜拜 哇塞 好多长颈路 而且可以那么近距离的接触 真是野生长颈路 太棒了这感觉 很厉害真是 动物天堂 动物王国 他们两个好可爱 你怎么知道的 他起到那个方面就要做羞羞的事情 两个人在这边 两个人挨得很近 一直盯着我们看 所以不想你看到他做羞羞的事情 是的 他刚刚那两只在准备做羞羞的事情 然后 好吧 我错了 我错了 你们继续做羞羞的事情 我打扰你们了 我也有我的事情要做的 这好像是个集市 可以买更多东西 这里 这里 哈哈哈 哈喽 嗨 哈喽 直接买吧,买一桶 这几个人过来捣乱 想从包上偷东西 直接就收拾你 乱来 买点玉米 玉米买那种剥好的 对,直接买那种剥好的 谢谢 调好了是吧 还行 稍微还行 我拿土豆 我们要烤玉米了 走吧 买点东西,遇到小混混 气到我了 赶紧掏出我的家伙 警示他 不要给我乱来 好 好 谢谢 我认为你晚晚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 我 想在哪里 你在哪里 我想在哪里 你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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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小心哦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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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在旅馆里面 就是 在哪里 然后看到那个 肚子 把那个东西 我以为他藏了钱 在里面 这是安全嘛 然后他给他 旅馆的老板 穿上 我就说这是干嘛 他说这个是谁 要你假装还 节目里不能说的小秘密 都在背包去环游的微信公众号哦 赶紧关注起来